大家好 梦莉今天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我们营养免疫学的创始人 就是赵辉博士 陈赵辉博士 赵辉博士他是我们台湾家义人 然后在10岁的时候就随同家人搬到巴西 转而到美国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会读书的小孩 16岁的时候就进入洋百汉大学 然后19岁就成为200汉最年轻的学生 然后21岁就取得寿氏协位 然后主修微生物协 然后互修化学 然后从事营养免疫学这一块的研究 然后26岁就取得微生物博士 然后并留在学校教这些学生 然后他也是我们前美 就是美国第一批免疫学的博士 然后专研癌症已经长达十几年以上了 那我们今天呢 传讲营养免疫学呢 就是所有共同成员人的一个使命 希望说带给世人健康与智慧 那多一个成员人就少一个病了 那其实赵辉博士真的是太优秀了 那他在1996年的时候啊 就是融获就是美洲华人妇女联谊会的 首颁将的颁证的就是年度卓业的妇女奖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他还在1997年呢 当选过就是美国十大杰出的青年 那就是说唯利界呢 得奖人中呢就是第一位华裔的得奖人 那回来我们台湾之后呢 我们国内的政府呢 也颁发给我们赵辉博士呢 就是华光奖章 其实他还有很多杰出的表现啦 那今天梦力就简单的来跟大家介绍 我们陈赵辉博士的一个背景 希望说赵辉博士能够持续的 营发更多的产品 让世人能够获得健康 那今天梦力成为 陈彦仁真的很骄傲 那我也希望说 在我有生之连啊 能够持续的来分享营养免疫学 让所有的世人啊 也都能够认同营免疫学 而获得健康 那今天的话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啊都太忙了 顾略了自己的健康 那总是要有人在身边啊 好好的提醒一下 因为我们都有家人 上有父母亲啊 下有子女啊 孙女啊孙子啊 是不是我们要好好的 来照顾一下我们自己 也许你不了解营养免疫学 那没有关系 就是说我一点一滴的分享给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梦里讲的是不是有道理 那今天的话在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我们 陈彦创办人 也是我们营养免疫学的创始人 陈兆惠博士 让各位来了解一下 我们是有学术背景的 所以说研发出来的产品 都是有医疾的 那兆惠博士呢 平常带领200多位以上的科学家 还有就是这些专业的医生啊 来研究我们陈彦的产品 所有的过程呢 都是安全有效独特的 希望大家一起来 引用我们陈彦的产品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祝大家健康平安 我是梦里哦 持续会为大家呢 分享更多的健康自信 守定我哦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